Hello 大家好 我是大脸猫猫姐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 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 发展方向 10月31日消息 创新工厂创始人李开复今日在Tex Grunge Disrupt大会上指出 创新工厂模式好处是可以利用高的估值和低的成本建立公司 这样可以避免企业花费10年的时间去找到发展方向 李开复指出 对于企业家来说 创新工厂可以在三方面帮助他们 1.雇佣人才 2.每天要做的市场工作 3.筹集资金 同时还可以帮助他们降低时间 关注自己的核心产品 集中销售产品 降低风险 谈及阿里巴巴等国内互联网公司去美国发展 李开复指出 因为美国市场是上螺旋式发展的 中国是从草根往上走的 中国企业去美国会非常艰难 美国在线AOL旗下 全球最大科技博客Tex Grunge Tex Grunge 联合创新工厂共同举办的Tex Grunge Disrupt大会 今日在北京开幕 创新工厂创始人兼CEO李开复 腾讯公司CEO马化腾 微博 YouTube联合创始人陈世俊 Steve Chen等参与并与现场主持人和参会者对话 这是Tex Grunge Disrupt大会第一次在美国以外的国家召开 也是首次来到中国 此次大会参加者包括来自国内外的知名科技公司 创始人创业者开发者VC天使投资人以及国内外媒体 此次Tex Grunge Disrupt大会嘉宾还包括 Skype联合创始人Niklas Danstrom Rubio公司CEO Peter Vesterbecker 天使投资人雷军 微博Evernote创始人兼CEO Phil Levin Instagram创始人兼CEO Kevin Systrom Jobon创始人兼CEO Jose Roman以及拉售网 24券和美团网的创始人 恒讯科技通过图文、视频、微博全程直播此次大会 我想对于你来讲 你在中国 在中国成为这样一个创业家的梦想 其实你是一个人 你是怎么样想的呢? 主持人 是不是所有写的微博都是你自己的? 有没有写手呢? 奥巴马的Twitter是官员帮他写的 是你自己写吗? 李开复 两个主要的微博都是我自己写的 其他的微博是复制的 新浪和腾讯的微博是我自己写的 主持人 你很希望去帮助年轻人 包括中国的孩子和中国的父母都非常喜欢你 因为你给予他们很好的工作 给予他们创造这样工作的机会 当你离开之后来创建创新工厂 我想这里在中国也有文化的变化 就是最出名的人不是只想给微软 谷歌打工 他们想自己创业 创造自己的历程 你是不是能够同样获得这样的人才呢? 就是相比于谷歌和微软方面相比 李开复 我觉得工程方面的人才是一样的 但是要想去外企公司打工的人 可能会保守一点 能够保住饭碗 能够拿到高薪 想做公司 是有兴奋感的 他们想做自己做的事情 想掌握自己的命运 宁愿拿工资低一点 也是希望有机会创新 能够有兴奋的旅程 主持人 我讲的交际 这两点的交际并不是很大的 你创建了创新工厂以后 简历也是如雪花飞进来 如怎么壮士自己的能力 并且接触到人才呢? 但是我们也找到有一些缺陷 比如说精力并不是非常丰富 但是他们很科普 非常吃苦 我们也是中国企业家 做到成功很重要的品质 我们也发现系列的创业家 包括本地的企业 包括在跨国的企业 他们非常愿意放弃之前 事先很成功的经历 只是去追求想要成就的东西 希望向他们设定的方向迈进 他们希望自己的公司 能够决定自己未来的命运 主持人 现在中国企业家还处在蜜月期 有很多的投资 可能从现在来讲 可能在以后会变得更加容易 当我们看现在这个情况 比如说中国现在 是不是能够去接受这种失败呢?